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初学农业极限 后摄历史 在此粉碧会之余 喜欢写作 学术主要著作有共和中的帝制 武夫治国梦 乡土新路八十年 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数种 还有历史文化随笔 有裂变的北洋 军阀与五四 历史的坏脾气 历史的敌稿等 张敏先生今天带来的题目是 不一样的北洋 说起北洋我们会想起北洋军阀 北洋混战 镇压学生等等 但张敏先生今天会带给我们一个 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北洋呢 下面把时间交给张敏教授 大家好 很高兴 很荣幸来到德青图书馆 跟大家 冲一下 跟大家见面 我呢 那个 我的家乡丧瑜 有一个村会中学 当年在北洋时期是全国名校 当时叫南 北有南开 南有村会 我看这个讲堂说 名词我就感到很亲切 很亲切 这个 我上午呢 跟一些书友见面 感受到了咱们德青 咱们湖州的这个文化底蕴 这些人呢 水平很高 提的问题啊 跟我讨论的事情啊 都是让我这个很吃惊 大家想得很深 这个今天呢 我在这儿里头给大家就是献丑 我就是讲一讲这个北洋的故事 这个说到北洋啊 就是在现在的中国 它不是一个 好像不是一个好名词 我们都知道 现在天津有一个天津大学 天津大学的前身是北洋大学 北洋大学呢 实际上什么呢 是中国第一所大学 比我们讲的金石三维堂 就是北洋大学还要早 还要早 但是呢 他们天津大学想恢复北洋大学的名称 底上不让 因为北洋不能提 那么天津呢 前去年 去年他们那个 就是天津旅游局也想搞这个 就是他们那个 就是他们那些租界 小洋楼的这个推荐 就是搞现在这个旅游 所以能不能想想办法 说这些洋楼都是北洋时期的 你不提北洋 但是单把我们这洋楼 作为一个什么东西推出来 我说你们天津啊 有狗不里包子 那你们狗不里包子 为什么不光就光卖包子算了吗 你干嘛要提狗不里呢 你可不可以不提狗不里啊 我说要不提北洋啊 你们天津就是个小渔村 你们什么都不是 我是很不明白 我是很不明白 我是为什么北洋 就变成了一个 很不明化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这是很荒唐的事情 很荒唐 很荒唐 这个北洋怎么来的 北洋不是一个地理概念 在中国中国这个地图上 没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北洋的 没有那个海叫北洋 它怎么来的呢 它是跟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 是相联系的 这个我们最早的时候啊 就是我们知道 我们中国全面的开放 是在1860年 这样呢 就是说原来呢 就是比赵的 当时南方有一个南洋大臣 就南洋通常大臣 比赵的南洋通常大臣呢 在北方设立了三口通常大臣 哪三口呢 就是牛庄天津和登州 快来改成烟台了 这个后来发现呢 经过十年之后到1870年的时候呢 发现这个三口通常大臣 如果是单列 不跟地方关联在一起呢 就会有问题 于是呢 就比赵南洋呢 就把这个三口通常大臣呢 改成了北洋大臣 由谁来接任呢 由直立总督接任 南方的南洋大臣 是由两江总督接任 这样呢 地方关和通常大臣呢 就人在一起了 也就是说 这个北洋的概念 最初出现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 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象征 象征 那么这个北洋 能够成气候 它最关键的什么呢 是由于它的人 就担任这个职务的人 由中国近代史上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先后长时间的担任这个职务 第一个 就是李洪章 李洪章担任北洋大臣 就是直立总督 兼北洋大臣 先后差不多有四十年 有四十年 这个 在李洪章手里头 就是北洋大臣这个职务啊 这个位置显得特别的重要 这两个职务 衙门是不一样的 直立总督 我们都知道 直立总督的衙门是在宝定 这衙门现在还保留的 如果你们去旅游 你们可以看一看 但是北洋大臣的衙门 是在天津 天津是一个口岸 是一个口岸 所以这个职务是在天津 所以李洪章呢 更多的时间呢 他不是待在宝定 是待在天津 在天津 而且他还有另外一个职务 就是他还要接任什么呢 接任那个中央政府的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就相当于现在我们的一个 放大版的外交部 就是一个管的事比 比外交部要多的多的 这样一个外交部 他的大臣呢 非常多 多的时候几十个 首领大臣呢 是叫王大臣 一般的原来是 被那个公亲王一新 就是个亲王级的大臣来担任的 他是主要是负责 中国对外交涉 条约办理啊 洋务事务啊 这个教务啊 采买军火啊 等等这些事 他都国管 他都管 那么后来人们就发现什么呢 就是说在众多的北洋大 就众多的总理洋大臣里头 包括王大臣在内 谁都管不了事 啊 谁都管不了事 那些外国人呢 谁的账都不买 他们就买一个人的账 就李鸿章的 这很奇怪 但这事呢 是我们跟中国人自己的行为模式有关 就是我们中国人去 比如跟他办交涉吧 去一帮人 他一般不会说一个人去的 很少说是哪个大臣 或者领几个随从 都是一帮人去 一帮人去 一帮人去呢 所有人呢 都看着王大臣 就是那个最主要领导 看他 他要说 说话 别人就跟他说 比如说憋了半天了 大家一块跟外国人谈交涉 大家都不说话 好不容易王大臣说了一句 说呀 今天天气不错 于是所有人都说 今天天气真好 今天天气真好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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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种状态怎么能办 怎么能办事呢 办不了事 所以外国人就特别鄙视我们 只要李鸿章不在 管你是谁 他们就闹 就嚷嚷 谁也不听 什么事都办不成 所以大家没法知道 到李鸿章来 李鸿章一到 外国人就 好好说话了 就不闹了 好好说话了 所以呢 就是李鸿章在子力总督 兼北洋大臣这个位置上 实际上主持中国外交四十多年 这个很奇怪 你说子力总督兼北洋大臣 他实际上就相当于 现在我们的河北省委书记 你河北省委书记管外交 这是很荒唐的事嘛 但是在当时晚清 这就是事实 那么李鸿章 他是办怀军起家的 他的体系叫怀系 我们叫怀系 但如果说 单说怀系就不对了 为什么呢 就这个怀 这个集团呢 他不仅仅有是军事人才 因为怀军是军事军队嘛 他更多的是有各个方面的人才 在李鸿章那个时代 只要是有点 就是有点才能的人 或者有点 就是有点对外经验 或者是说 有点世界知识的人 基本上都被囊括到 他的幕僚班底里了 李鸿章的幕僚班 那班子非常大 里头方文人才都有 这个班底 最早的人就把它称为北洋系了 但是北洋系最初 他还是跟怀系并称的 就不是很彰显 不是很彰显 那么北洋系也是一支独秀 一支独秀 就是他比任何一个派系的势力都大 为什么呢 他主持中国外交 而这个不是一个单单的外交 他是包括洋务的外交 而洋务包括方方面面 所以实际上 李鸿章在那四十年就相当于宰相 所以他资源最丰厚 他人才最多 而这个他自己也比较明白 就是一般来说 当了大官之后都不看书了 但李鸿章还是要看的 当前引进的一些洋务 引进一些西方书籍 所有的大员中 大概只有李鸿章看了 别人都没看 所以当年的洋务运动 那么多人都搞洋务 只有李鸿章名下的洋务 才真正有盈利的 别人的洋务 办一个赔一个 办一个赔一个 只有李鸿章办的 这个几个产业是挣钱的 你比如说 轮船招商局 这个产业今天还在 还是中国国企 第二个 开瓶矿物局 就是今天的开轮煤矿 还有一个 就是电报总局 那个时候是有线电报 就是不像现在的 这个都是 都是我们这个手机 到时候都是了 这是有线电报 就是通讯就靠这个 这个也挣钱 这三个产业都挣钱 他的妙 他的这个绝招就在于什么呢 李鸿章第一次 他明白 要想挣钱 就必须的把国企私营化 都是顶着国企的帽子 实际上呢 都是私营公司 都是请着商人在办 这在当时的地方大员中 就在当时的中国官僚中 只有他明白这一点 别人谁都不明白 还有他办的那个 北洋海军 就是我们讲 现在我们说的北洋水师 说水师是不确切的 实际就是海军 就是一支中国新式海军 学英国办的 是亚洲第一 世界第七 这海军 当然 李鸿章办这个海军呢 的确是 就是以我们当时的 水平看 应该是他 竭尽全力了 竭尽全力了 但是呢 由于这个海军呢 必须得学西方 尤其是学英国 因为英国海军最好嘛 日本也学一些 学习方 我们呢 跟日本的 学习的 在态度上 在认真程度上 要差那么 很多火候 也就是说 我给你打个比方吧 就日本学着 英国海军 比如说办他那个 江田岛海军学校 他连那个砖头 建校的砖头 不出英国运过来 就是说 办的我跟你 办的是一模一样 就一点都不走样 但是我们呢 就多少会 趋向于 趋向于中国化 中国化 所以在这个 很多细微的问题上 有差距 态度上差距 人生存在差距 还有一就是说 我们有一些 我们有些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有些那种 疫情态的问题 就是正正确的问题 在日本没有这个问题 在日本学习西方 没有正正确的问题 但是我们有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 咱们学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说 这个 中国海军的辫子不能丢 男人都是有辫子的 一个大辫子 那么海军 日本是根本就没有辫子 他没有这个问题 我们是海军辫子 是不能丢 上海军 但是你说这个 这个大军舰 尤其是在这个轮机底下 如果你带这个辫子 去上军舰 你是要出人命的 辫子要卷进机 是怎么办 但是我们不能减 我们这个辫子 就是正确 清朝入关的时候 男人留辫子 就标明你的归顺 就是我们的清 大清国的正正确 就是那个辫子 所以不能减啊 所以我们的海军 海军将领们 官兵们上舰 上舰 上舰的之前 就是必须得像女孩子 出门一样 拼命的打扮 把这个辫子盘起来 盘好了 盘结实了 才能进去 你这就很耽误事啊 就我单举这么一点 就是我们的正正确 还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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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项 就是 你在学习西方的时候 就会有这样一些问题 这样一些障碍 挡着你 所以李鸿章 他也没有办法 跨越这些门槛 所以北洋海军 最后在加部战中 跟日本对峙的时候 我们就吃亏了 但是说良心话 说良心话 我们的海军 虽然是打败了 就是被人家打成了 第一次就被打成了 打成了三艘主力 主力舰 但是比起陆军来 海军打得还是不错的 那陆军输得更惨 是在同样的武器水平下 我们输得简直是 连个底裤都没有 从朝鲜的大同乡 一直溃败到三海关 连一个小胜仗都被打过 真的丢人 但是那个大东沟海战 就是这个 这个甲午 就我们讲甲午海战 如果不是我们 那个炮弹有问题 那说 那应该说 至少能打成 打成日本一艘军舰 而且是主力舰 但是我们炮弹有问题 这个炮弹有问题 也是因为 我们过快的国产化了 就是 这个炮弹是 我们是那个 天津机器局自己造的 我们的国产化的问题 就是说呢 它是官僚办的 官僚办的以后呢 就是都是这个问题 就是北洋海军的后来 它没有 没有更新 设备没有更新 炮没有更新 船术没有更新 其实都是因为 由于官僚办这个军队呢 它就是 很快就人服一室 人服一室了 就是人头费 就把所有的经费 全吃掉了 北洋海军成军之后 1888年以后 再也没有添置一头军舰 没有更新 没有更新船上的炮 所有的经费 全都用来养人了 就是官僚机构 所有的毛病都都有 那个 但是这个 这个事 不能光 不能单赖 李鸿章 李鸿章没有办法了 我就跟你们讲 就这个体系 在李鸿章时代 北洋 已经是 成规模了 后来 甲午海战 甲午战争 陆战海战 导致最后呢 这个 李鸿章下台 那么谁出来呢 是袁世凯出来了 甲午战争呢 我们的反思 中国人的反思 就是说 我们学习西方还不够 没有日本学那么好 所以呢 作为一个第一个 这个 反思的产品 就是说呢 在小 在天津的小战呢 练一支新舰陆军 完全按照 这个西方的模式来建 就不是像以前似的 打折扣了 就是完全按照西方的 我们那时候世界上呢 海军最好是英国 陆军最好是普鲁士 就是德国 所以比照德国 在天津小战 建一个新舰陆军 请德国专家来叫 来叫 所有的编制 所有的仪式 所有的刑事 包括枪械 全都是从德国进口 这一支军队呢 就交给了 开始是胡玉芬 胡玉芬是个文人 没办好 就交给了 袁世凯 袁世凯 那么袁世凯就 从小战练兵起家 起家 后来呢 到了 1900年 1900年 这个庚子之乱之后 就是1911年就开始谈判了 就是 由李鸿章 担任台片代表 跟那个 所有的 在庚子这一年 受到伤害的 11个西方国家 进行谈判 谈到最后 把李鸿章累死了 李鸿章死前 死前 就推荐了袁世凯 担任 子力董都 兼北洋大臣 就是他这个位置 由 袁世凯来接任 那么 袁世凯这个人呢 从他冒头那天开始 他就是一个能力 就是中国近代 历史上 除了李鸿章之外 他是一个最能干的人 最能干的人 他跟李鸿章有点不太一样 李鸿章呢 是正义八百的近史基地 而且是汉林出身 他就属于那种 克门高地 就说属于他这个 在这个科举的路上 是走的比较顺的 走的比较顺的 但是袁世凯是根本考不上的 就是我们讲的差生 差生 但是呢他又是个官换世家 他这人是考不上 我就不考了 我就不考了 我就从军去 一个官换世家去从军 当时是很让人看不起的 但是他从军之后呢 就表现得非常棒 就是他 他那次军队 就是他投奔那个 他的 就是他父辈的那个老朋友 吴长庆 吴长庆就带军队去了朝鲜 去了朝鲜 他在朝鲜就散路头角 表现得非常出色 然后才有可能被推荐为 去主持的挑战 挑战新军 这个袁世凯呢 他是一个干才 就是说我们可以 从袁世凯的经济上可以看出 虽然是差生 但是差生不是没有春天 一样 一样 后来历史证明呢 袁世凯在子弟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个位置上 其实比他的 比他的老师 就比他的 比这个李鸿章干的还棒 为什么呢 这是跟 也是跟情势有关 就是说 袁 李鸿章死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朝廷 尤其是 十一大后 已经痛下决心 准备改革了 此前 甲午战争失利 中国进行的改革 就要戊戌为新 那个时候呢 这个老太婆呢 还是三心二意的 他总是担心 这个改革是不是让他没有丧失权力了 因为他已经把持朝政三十六年了 他就觉得 我是不是你这改革之后 我就没有权了 很担心这个权力流失 所以就老是捣乱 最后捣来捣去就把这个 这个这个变法给废了 结果废了之后呢 我们知道 就是招来了什么呢 就是最后他就没办法了 最后就 你想这个中国是 没有办法才变法的 甲午战争失败 中国就面临了 真的要亡国的危险了 因为此前跟欧洲人打交道 我们被打败了 哪怕首都被占领了 但是人家不要你的土地 除了俄国之外 其他国家基本上不要 英国各样香港就是要一个 他要要一个 要一个据点 要一个就是货物提散据点 他不要你 他后来占领北京 他都没有想 搁你一块土地 他没有 他就要给你开放 但是日本不一样 日本打败我们 一张口 就搁上两块领土 两块领土 一个是辽东 一个是台湾 辽东是后来被人 三国干涉 还来我给怼回去了 但是台湾是被割去了 所以 这个日本在的旁边 你中国就真的有可能被人家给吞并了 被人给蚕食了 所以朝鲜在变法的 那你变法是英国亡国危机 后来西大后你不变法了 变法怎么应付亡国危机呢 他就听信人家的这种 底下这帮顽固派的说法 就是说 我们去利用民众 民气可用 所以就煽动起了义和团 这个义和团一闹呢 是先闹义和团 后有八国联军 这个持续要搞对 完了 你威胁到人家使馆了 人才派八国联军来营救使馆 但是打 发现这个打你中国军队太痛快了 于是就把首都给占了 是这样的 那么首都被占了 就第二是首都被占了 西大后流亡西安 颠沛流离 尤其是从北京跑出的时候呢 是饱受战乱之苦 养尊出油的老太婆 在这一路上 这一路上从北京跑到怀来 两天两夜 连口水都喝不上 大热天的 从那个玉米地里穿 身上全是肺子 拉得一刀一刀的 想上个厕所 都得去那个那种 特别肮脏的那个蹲坑 就是这个老太婆是受尽了苦 忍饥挨饿 好不容易到回来 才喝上了一口粥 他从此以后就明白了 中国必须的学习方 变法 所以呢 到了李鸿章 把这个担子交给袁世凯的时候呢 这个老太婆就下定决心要变法了 所以这个政治形势呢 就不一样了 李鸿章不是不 就不是比袁世凯更差 他是政治形势不一样 那个时候朝廷变法是一样而已的 啊 但是 到了袁世凯接任的时候 就朝廷就下 痛快决心办法 而且 由于袁世凯很能干 所以中国后来 就03年到 到覆灭 这段时间的变法 主要的 就是主要的这个 这些项目 都是袁世凯主持的 比如说军事改革 一手办 形容体系改革 废科局 地方改革 以及政治改革 就是预备立宪 都是袁世凯立足的 推动的 那个时候 在袁世凯治下的 天津和直立 是全国最好的地方 最优秀的地方 其次就是按浙江了 啊 由 袁世凯 也跟李鸿章一样 他的班底 这个时候 袁世凯的体系 就是名副习式的 叫北洋系了 就不能叫怀系了 名副习式的 北洋系了 这个北洋系也不是一个 纯粹的军事集团 它也是一个很庞杂的 政治经济文化 各个方面才都有的 在此之前 所有 懂洋务的人才 全部被他囊括 崔太后 为了 为了发动变法 在03年搞过一次 全国性的经济特科考试 这个考试的后来 后来由于这个 有一个人进残言嘛 说这帮人都是 都是乱党啊 就是 这个 崔太后又 又又又又又又 又疑惑了 就没有用 就没有用考试 合格这些人 但是考试 前三甲 梁诗毅啊 张一林的杨渡啊 全都被 袁世凯 收为账下 收账下 民国第一个总理 第一个总理 就后来 不到总理了 去到中山县 当时长的 唐绍宜 也是 被收到 袁世凯账下 袁世凯当时 他的这个账下 是集中了 全国最 最棒的精英 就是北洋系 北洋集团 干得非常棒 所以 实时上 我们可以说 袁世凯 实际上 他是一个 就是 他和他的北洋系 是当时中国 不仅中国的 开放的象征 而且中国的 改革的象征 那个时候 全国都 都到北洋系 来学习 怎么变法 你比如说 司法改革 他走最前列 在中国 设立 司法厅 各级司法厅 检察厅 都是他 开始的 中国最早 设立警察 警察部队 他开始的 最早 采用 稀释方法 侦破案件 也都是他 都是他 那个时候 全国办这些事情 办警察 办警察厅 办审判厅 都得到 子里来学 跟袁世凯来学 这一办新军 就更是如此了 我们知道 从小战 新陆军开始 一直到北洋六镇 就是北洋六市 这是中国最精锐的 最精锐的 新建陆军 新式陆军 他怎么个新访呢 他这个 他这种 他不光是武器 他不光是操练方法 不光是训练 不光是编制 都是西式的 他跟以前的军队 完全是 划极限时 有两点 第一点呢 军官不再 不再能 克服军饷 袁世凯 把所有 士兵的军饷 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 直接寄给你的家 家里头 第二部分 操场上 集合部队 点名发响 谁也别想 克服 所以 凡是北洋系统的 这个军队 后来都 继续了他这个办法 这点是跟以前军队 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中国 多少年代 多少年 上千年过来 军人 都是会被 你的上师 克服军饷的 但是到他这 没了 第二点 训练的时候 军官要跟着 租队走 你的士兵 跑多少里 你的跑多少里 一点都不能上 最早的时候 他的 他的这个 他的军官就有被累死的 累死你走 你滚开 对吧 上下的 你就跟着 你就跟着跑 就是 原来的淮军 是练 练兵 不练官 但是到他这 练官了 而且 所有的军官 都得经过 军事学校 培训 或者是他们 北洋系统的 自己学校 或者是 刘洋学生 所以当时 北洋系统呢 吸收了大量 日本士官学校 毕业生 毕业生 还有一点 就是说 他这个北洋军队 从开始 设立的时候 军纪就非常严 过严了 事情有点 只要你犯了军队 犯了军纪 二话不说 枪毙 枪毙 所以北洋军 北洋军的正统啊 一直到北洋军 覆灭的时候 就包括我们 我们浙江人 有一个感觉 就是浙江人 对这个孙权方的部队啊 是有感情的 但是孙权方的部队 就是北洋嫡系出来的 纪律 一直不错 就他在覆灭前夕 他还能保持 他的军纪 军纪 这都是跟以前军队完全不一样 而且这军队呢 待遇好 待遇好 服装都都好 服装好 待遇好 出来一看 穿着皮靴 打着皮膀腿 卡吉布的军装 面目一新 面目一新 而以前的军队 穿着破的号服 前面一个大字涌 后面一个大字兵 衣服破一弹三的 我们的军队一看 就像洋人军队一样 而且如果是 呃 呃 呃 呈呈建制出队 出行 还要 打着鼓 吹着号 那面目 自从这种新军出来之后 当然这个新军队不仅是 表现新军出来之后 就是中国人那个 就对士兵的这个 印象就改观了 以前是好铁不打钉 好人不当兵 那个时候 连知识分子 连秀才 都想当兵了 当兵的也有人嫁了 以前当兵的没人嫁的 啊 这个改观就是后来 这个就是他们那个练兵 就是他们新军 他们这种军事改革 到了一个 就到了第一次 就是这个 就是006年一次 第一次秋超 就开始军事演习的时候 外国的 外国的军事武官 去来观战 他观战完之后呢 说 我们当年 欺负中国人的时代 基本已经过去了 你知道第二次演习的时候 英国统帅 俄尔金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给我一个牌 我可以从中国 从东打到西 没人 没人能挡得住我 这话有点吹牛 但是其实大体差不多 但是自从这个新建陆军 出来之后 这个就不一样 就不一样 就他是一个新面貌的军队 我们 我们当然 我们看到的都是后来的事情 后来的一些负面的东西 我慢慢来讲这个事 就他确实是不一样了 完全不一样了 那么 袁世凯实际上呢 就说 他是一个改革 改革先锋 而且他最重要的攻陷是 他推动了什么呢 他最重要的两件事 一个就是 废科举的改革 还有一个呢 就是政治改革 这个废科举的改革啊 现在有很多诟病 认为这个废科举的改革 是不应该搞的 但是当时 其实就我看是不搞不行的 因为 只要科举还在 中国的新式教育 就是我们今天学生受的教育 就没法搞了 我们浙江的大文人 鲁迅兄弟 这个周树人和周作人两个 那个时候在新政时期 在江南水学堂 就是江南的海军学校读书 不好读书 家乡开始科举考试了 要请假回到家乡去参加科考 这个现象不是孤立的 我们知道周氏兄弟 实际上是我们中国的先进分子 先进分子赏窃如此 别人就更是这样了 只要你有本事 你一定要考科举 因为你不考科举 家乡人看不起你 江南人认为谁是绅士 谁是上等人 是有功名的人才是上等人 你上新学堂 人家就不认为你是上等人 所以没有办法 你不把科举废了 这个新学堂就立不起来 新学堂立不起来 就是新式教育进不来 那么中国也就没有救嘛 当时中国就是没有新式人才嘛 缺乏新式人才嘛 所以非废不可 这个东西推动是袁志凯的功劳 主要的功劳 当然也是全国舆论都是这样的 因为不仅是袁世凯这位科举该废 连张之洞 袁世凯是个差生的 他考不上科举 张之洞是个科举上 是一个科门高地 他是探花 第三名 那是全国探花 不是咱们说咱们省探花 他也主张废了 大主要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政治改革 就是 就什么呢 就是预备立宪 这个我们知道 这是很关系很重要 这是很重要的改革 那个希代河我一直都很犹豫 所以这个改革可了不得 因为你要是定宪法 你要开国会 你要搞选举 希代河就很一度的犹豫 然后呢 然后他们这些人就推 就推 当然也有一个刺激了 就是说 1904年呢 日本和俄国 在东北打了一仗 我们知道叫日和战争 我们当时中国 是站在日本一边的 但是没敢公开表示而已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仗的起因 就是因为 一个团运动之后 俄国人就站了 就进了东山省 就不出去了 就赖着不走 中国人怎么劝他们都不走 就是不走 后来日本人说 他们不走 我们替他们打 我们替他们打 于是打了一仗 当然日本人打仗 也不是说真是替中国人打 还是要替自己打 因为他对东北 有一种特殊感情 那么当时的沙俄 此前是欧洲军事强国 1856年 这个英国 法国联合起来 打克里米亚战争 联手 才能把沙俄打败 人们都觉得 小日本打不过俄国人 但是没想到 日本人被 日本人把俄国人打败了 那大个的俄国兵 被那小个的日本兵压着走 这个照片 登在中国报纸上 中国人就沸腾了 黄种人 第一次战胜了白种人 扬眉吐血 完了中国人 这个 对于战争的总结是什么呢 说是 为什么日本人能战胜 日本因为日本立宪了 立宪的日本 战胜了野蛮专制的沙俄 那是不是这样啊 我们这还可以讨论 但是当时中国人的结论就是如此 所以呢 极大的 这个事儿极大推进了 中国的立宪进城 完了这个老太婆 就现在还不太放心 完了就找来这些 就是留学 国外的一些专家们 就学习 就专门学这个的专家们 其中有一个就是 曹如林 给他讲课 像我们现在 政治局讲课一样 给他上课 给他讲 对吧 就什么叫立宪 什么叫宪法 什么叫 日本式立宪 什么叫德国式立宪 什么叫英国式立宪 跟他讲这个道理 跟他讲 那么讲讲去呢 他松口了 就派了几个新信大臣 尤其是 一个叫端方 端方是个满人 端方是那个时代 这个就是满人 这个群体中最聪明的人 让他带着武大臣 去满世界 走一圈 考察宪政 啊 于是呢 这个 等他们转回来 回来汇报 说没问题 该立宪 他说 这个 这个报告啊 考察报告呢 这个 这个满人是比较懒的 他就往往下包 就往下分 他自己不愿意写 就按下指 最后的任务落在谁手上呢 落在了杨渡和梁启超水上 梁启超那时候还是通缉犯的 啊 但是这个也不要紧 因为其他后他是不会看的 这报告他是不会看的 他听口头汇报 啊 口头汇报 他就问端方 他说这个 如果是立宪之后 我们的皇权 会怎样 担心这个事啊 完了这端方就告诉他 说没问题 你的立宪之后 就有法律保证了 是世袭网替 更稳固了 啊 现在后就放心了 所以就宣布啊 预备立宪 就是006年开始宣布立 预备立宪 啊 19年以后 正式立宪 在立宪一纪 也不是吃 也不是吃素的 就是开始 就开始 就是各个省开始选 各个省的准 准省议会 叫资议局 然后就开始 做中央筹备准国会 叫资政院 这虽然是准准准省议会 但是实际上是有权的 就是你原来是各省的都府说了算 啊 就像我们的书记说了算 书记省长说了算 现在呢 你要 至少你要想征税 你必须得知语通过 重要的人事干部 也得知语通过 这个很了不得 最了不得 虽然说 那个时候的选举 还是什么呢 还是这个小 就是小绅士选大绅士 因为一般老百姓 是没有选举权的 但是毕竟是有选举的 毕竟让这些绅士们 深度参与了 地方政治和中央政治 啊 所以说这个 袁世凯和他的北洋系 是推动中国改革的 一支主要力量 我们所有的事情 当时都这样 所以北洋系那个时候 不是一个不好的名词 是一个非常耀眼的 是非常亮的一个牌子 这个 后来我们知道 就1908年 这个 西大后死后 西大后死后呢 这个光绪也死了 光绪死在 西大后的前面 就是二十个小时之前 然后西大后也死了 啊 然后呢 西大后就 就把在临死之前 叫宴气之前 把他妹妹的 把他妹妹的孙子 就是溥仪 给推出来当皇帝 让他妹妹的儿子 当时的存亲王 宰风 推出来当摄政王 这个要我看就是 清朝 这个改革没有搞下去 清朝政治导致最后覆灭的 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他把政权交到了 一个当时宰风才25岁 是一个完全没有政治经验 一个少年青贵 完全没有政治经验 一个25岁的毛孩子 他上来之后 他做的一件最糟糕的事 就是从汉人手里 把权夺回来 第一个动手的 就是下手的 就是袁世凯 而且这么样一个 重要的大臣 当时袁世凯 已经是军纪大臣了 来负责外交事务 第一次跟孙子王见面 他报告孙子王说 以前所有列强 都跟我们建立外交关系 都是公史级的 因为看不起我们 美国人看不顺眼 美国人说 我们要升格 我们要升为大使籍 袁世凯就把这个事 汇报给摄政王 摄政王就生气了 拍桌子 骂人 袁世凯就莫名其妙 不是 你要骂人 你得骂出名堂来 说你错了哪了啊 什么也不说 就骂人了 然后他们就退 那个 那个 那个谁就是那个 就那个谁就是那个 清清王 清清王就拉了他们 就是下去了 等到回到住处 一道命令下来 就把袁世凯 所有植物 开掉 让他回家 养和 就养病 说他 有足迹 就是脚有病 袁世凯脚有什么病 没病啊 脚气都没有得过一个 就说 就认识你有病 你就别干了 就是你这么样 你开掉这么重要一个大臣 你居然连个正当的理由都没有 但是 这是他的搜权的一部分 就是 一定要把他大权都收到马人手里头 于是他就开始陆续搜权 陆续搜权 比如说他重建海军 重建海军用的那个海军舰长 就是 谁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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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和园 满洲桂眷海军学堂的学生 那个时候 这个 这次有这么个学校 因为 当年建宜和园的时候呢 西太后不好意思说 给我自己建一个行工 他就是说 我打着建一个海军学校的名义 搞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地方真有东西海军学校 真有两艘 两艘那个名轮的那个船 那个船现在还在 你们要到注意一下 到伊克园后海 后面就看 还能找到 但是那个 那个学校就是个玩的 学生根本就不合格 他居然用这个学校的学生来当舰长 海军舰长不是像陆军的一个什么长一样 如果你开不动这个军舰 指挥不好 人家看不起你的 你知道吗 这很糟糕的事情 所以就用大规模这么搜权 搜权 那么后来最严重的是 就是说他最后是成立那个责任内阁 就是皇柱内阁 就是一共14个阁员 9个都是齐人 都是用齐人 你当时的齐人 不到全国人口的1% 你内阁成员 你大部分都用齐人 这个很不像话的 他就要收权嘛 就说收权 所以他就他是离经离德的问题 就是这样 所以袁世凯在这个在这个过程中 他就去植了 那我们知道最后就就惹出了这个辛亥革命 如果他不是大规模收权的话 这个事呢 这个革命也成功不了 因为我们知道 同样是辛亥年 同样是辛亥年 在四月份在广州革命党人 倾全力搞了一次广州起义 失败了 但是皇柱内阁出来之后 同样是革命党搞的起义 群龙无首的起义 武汉武昌起义成功了 它的关键就在于什么呢 就是不是这些革命党人有力量 是武汉 武汉当地的这些资予局的人 就是汤化龙的议长 他参加到以后 我们那个时候的 就是在金牌革命前的 前夕的中国 那个时候的商人是很有力量的 你比如说上海商团 有一万多人枪 是真枪实弹的枪 商团自己有 商会有商团 就是商团 就是商会自己的军队 武汉也有 汉口商团也是一万多人枪 汤化龙就是这个商团的头 头 他们先后 比如说苏州 什么无锡 这个各地的这些商团 包括我们浙江 商团 大部分都投 投 投奔了革命 投奔了革命 就是这个革命实际上什么呢 是革命党人 和当时中国的精英 合作的产物 为什么合作了 就是对朝铁不满意 你收权 你都收到满人手里头 我们不干了 而且他们不光收权 而且还把那个路况权 就是把原来在民营企业里头 那些路况权 包括我们的护航用铁路 我们护航用铁路公司 这个都要收回去 就是你说四川铁路办的不好 你说约翰铁路办的不好 我们是可以承认的 但你说我们这个护航 护航用铁路也办的不好 那是胡说八道 但是都要收回国有 这也是让这些商人们 最后能够反的原因 就他们也反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就最后没办法 就至少启用袁世凯 因为他们的满人的 满人的陆军大臣 殷昌 不敢上前线 没有办法 至少再启用袁世凯 我们知道后来的结果 就很简单了 后来就最后的结果 就是说革命党人 跟起义的各个省 跟袁世凯商量 说你自要是反政 我们就把临时政府当统 让给你 你自要一反就行了 袁世凯开始还想保清朝 说我们就让他没有权 让他做一个虚伪皇帝 但是南方这些各省不干 所以满人现在已经不能 没有资格统治我们了 就要滚蛋 后来没有办法 袁世凯就接受这个 接受这个南方的条件 于是他就 他就劝说 满人退位 满人在开始的时候 还想抵抗一下 后来发现 连开会都开不起了 人都吓走了 都跑光了 后来他们就自好就退位了 退位招书还是谁呢 退位招书还是这个 就是那个 就是南通的那个 状元企业家 张简 起草的 退位了 我们就知道 后来就是这个天下 就归了袁世凯了 袁世凯 袁世凯刚接任总统的时候 他是众望所归 那个时候 人们把中华民国的国父 没有人说是孙中山 人们都说是袁世凯 说他是什么呢 说他是中国第一华盛顿 世界第二华盛顿 都是国父吗 没有人说孙中山 因为孙中山当时是一个无诸轻重的 其一他也不在 他只是由于他的 他的资历最早 所以原来是在林胜甫 是在黄兴和李渊红之间争 他突然之间 从国外回来了 两个人争 争都不可开交 所以没办法黑马 说你干嘛 孙中山没有一兵一竹 也没有一分钱 那时候人看不起他 所以他让位的时候 实际上 人们都看好袁世凯 袁世凯 那么袁世凯他接任之后 就等于他和他的北洋系来接查了 就是开始执掌这个国家了 啊 执掌国家了 那么他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他 他执掌国家以后 他发现这个问题 他也是 他是很困惑的 啊 就他会 他会 就他后来犯了一系列的错误 他干了好多 也干了很多好事 这个 当然现在干的好事 我们就记不得了 我们都记得他的不好的事 就是 主要是他的称帝 称帝 那么 我们讲他为什么会称帝呢 是不是他 他这个人品不好 他就特别想 特别喜欢当皇帝呢 其实不是的 其实不是的 这不是我其他说 找借口 是他有自己的难题 什么难题呢 就中国的转型啊 中国的转型 它是最合适的方式呢 实际上是英国道路 就是走君主离线的道路 是最合适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中国是一个有两千多年传统的地质传统的国家 我们中国人已经习惯了有皇帝的生活 这个习惯可是非同小可 这一旦没了皇帝呢 这个事情就很麻烦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的 我们中国是个伦理型的国度 我们是不是靠法律 我们是靠我们的论道德来维持我们的运转的 我们的论道德是什么呢 就是忠孝仁义 就是三纲五常 三纲五常也好 忠孝仁义也好 它一个核心的要素 就是君主 如果没有君主 你这个三纲五常 最后人意就会 就就开始摇晃 它是个核心因素 我曾经写过一本书 谈辛亥的 题目就说 辛亥摇晃了中国 开始摇晃了 在下面 老百姓一听说没有皇帝了 那些刁民啊 这个概念不太好 但的确有一些 就是这个不法的民众 就是那些邦会啊 土匪啊 流氓啊 私盐贩子啊 都非常活跃 良民 乡绅们 很困惑 辛亥之后的社会秩序很不好 啊 私盐贩子可以在 县衙民前卖私盐 公开吆喝 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但现在就可以这么搞 啊 这么搞 这个 还有 好多老百姓 认为 没有皇帝就可以 不遵王法了 没有王法了 更重要的是 没有皇帝 我就可以不交黄连国税了 所以辛亥之后 抗税 就是抗税不交 最高的 封伯克斯最多的 没有皇帝我就要什么税 这是下面 下面的这种秩序的紊乱 远胜于清朝新政时期 简直这是两个天下 上面 袁世凯刚当总统 他就发现一个问题 他开最高国务会议 蔡良德是总理和各部部长 九点钟开会 这老兄弟坐在那等到十点 没人来 愣没人来啊 一打听 昨天晚上他们通宵打麻将 起不来 起不来就不来 在皇帝时代 上朝的时候 谁敢迟到一分钟啊 谁都不敢 但是到了总统 就这样 原始还有没有办法惩治他们 这都是我原来的原来的同事啊 统治阶层 他最大的困惑 他是在军权没有的情况下 他无法建立一个效忠体系 以前皇帝也好 总督巡抚也好 他指挥军队 都用不到自己的道场 但是现在各省的都军 如果他不兼任下面一个主力师的师长 他就可能被推翻 师长 如果不兼下面一个主力的旅长 他就可能被赶走 也就是说我让你要服从 就必须得拿刀看着你 如果我没有这个实力 拿着把刀看着你 你就把我赶走了 把我赶走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知道最高统治者是非常难受的 他是非常难受的 我们要体会他的 就是他的难处 他确实有难处 这个总统的权威不够 全中国人民没有几个人知道 总统是什么东西的 我们全中国人民都知道皇帝是什么东西 但是没有知道这种东西的 那权威不够 各省的这种分离倾向越来越严重 以前的时候 清朝的时候 所有的地方官 包括资县的任命 都由中央政府来管 就是从政力部来管 但是到了袁世凯时代 全都变成了各省说了算 那么 地方官就是这样的 谁任命他 他就效忠谁 对中央政府的这种 相信力就大大的减弱了 那么这个局面显然是 袁世凯是不愿意看到的 是非常 觉得非常难堪的事情 非常难堪的事情 那怎么办呢 对吧 有人出主意了 说你称帝吧 你当皇帝就 就不一样了 就不一样了 你当了皇帝 皇帝跟那个总统不一样吗 大家都认账吗 但是没想到的事 这个当皇帝也不行 为什么呢 按照老的逻辑 中国传统的逻辑 皇帝是打出来的 是打出来的 你必须得对外打一仗 当时日本人欺负中国 因为1914年爆发伊斯拉战 欧洲列强在欧洲打仗 无瑕东顾 日本人就欺负中国 逼中国签二十一条 袁世凯就没办法 跟着调家环教 磨蹭了几个月之后 把那个最严重的七个条款 给他搁置了 这个条约还是签了 使他威信大损 如果袁世凯能够跟日本打一仗 打赢了 他可以做皇帝 没有问题 畅通无主 但他没有打 没有打你还屈服了 按老理 你这当不了皇帝 按心理是什么 心道理是 达尔文进化论的道理 达尔文教道理说 达尔文教道理在中国的 落实下来就是这个道理 什么道理呢 就是君主专制 是拘乱式 君主立宪 是小康式 民主共和是大同式 我们已经进步到了 民主共和了 为什么要倒退 不能倒退 是达尔文计划论的一个阻止 就是明天一定比今天好 今天一定比昨天好 你不能倒退 所以无论老理还是心理 你都做不了皇帝 所以他不当皇帝还好 一当皇帝就乱了 尤其是日本人不喜欢他 我们中国近代的很多的问题 都因为我们有这么一个禁铃 这禁铃老惦记我们 这个禁铃那不是说没有好人 这也有好人 就是他们日本中的好人 也帮了我们不少 我们后来我们也学了他很多东西 但是他这个日本也倒霉 倒霉到哪呢 他始终是些坏人最后能说了算 就是那些军人能说了算 老惦记 所以是实际上蔡威到云南起义 整个车化过程都背后都有日本人的影子 因为现在史料就非常明显了 非常明显 非常明显这一点 那么最后我们知道这个蔡哥一起义 蔡哥没有打到北京 而是各个省都分崩一息了 连他北洋系的嫡系 他有三个最嫡系的大将 就是北洋三杰龙虎狗 王世珍 段祺瑞 冯国章 这三个人没有一个赞同他成绩的 袁世凯就 就是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大的危机 统治危机 最后他们我们知道 他就急火攻心就生病了 这个尿毒症 那时候又没有很好的西医 好不容易请来那个法国医生来看的时候 他已经晚了 晚了 然后呢 他就死了 袁世凯死的时候 其实他还算不错 他还是一条汉子 他没有赖别人 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拿到自己头上了 他说这事就赖我 我没干好 是说有好朋友 就是他那个天津的研修 南开大学的创始人 说这个好朋友曾经劝过我不称帝 但是我没有听 我确实是我的问题 但是你怎么忏悔反正你也死了 他死了之后 就说使得什么呢 他本来啊 袁世凯的任务是 就是完成过渡 完成这个过渡 制度转型这个过渡 过渡 就是从军人统治 转型到文质 转型到共和体制的文质 但是他没有完成 就是为什么说袁世凯 那个时候有一点军人政权的性质呢 这是没办法 就是在每一个大转型的这个当口 这个军人的分量重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那个秩序混乱 极度混乱的时候 必须得让军人来维持秩序 但是这个呢 就是个转型 很快要转成文质 这也是必然的 但袁世凯没有转 没有转 没有完成这个转变 尤其是没有完成一个共和体制的转变 他称帝了 虽然他称的帝也是说 他是说我要搞军主立宪 我并不是回到军主专制去 但是他他都没完成啊 都没做成 军主立宪人家别人也别让他干 于是就把这个难题就扔给了后人 那么袁世凯都完成不了 他的后人就更没有戏了 他的扣就更没有戏了 袁世凯呢 是 应该说在他那个时代 他是一个比较全面的领袖人物 第一个他的大师大局看得准 的确中国也真的是适合于军主立宪 但是问题是当时是个夹生犯 你又没有能力打日本打一下 那么这夹生犯 你只能这么煮 你不能退回去 这是情势 逼着他 这个他没有看错 他搞这个军主立宪的这种称帝 其实并不是 从大事上讲并不错 但是问题当时是做不了 是做不了而已 而且呢 他在各个方面 就是整个全局的规划 也都不错 他曾经设想过 比如说把中国改成 五十个道 因为省太大了吗 我们到现在 其实我们 我都觉得还是应该这么改 就是小省 当时他就提出来过 而且在中国的司法改革 在他手上 就比晚清又更推进了一步 会推进了一步 这都是他的功劳 他都做了很多事 做了很多实事 而且他会用人 看着看着非常准 很能笼络人 就是说在他的自下 就是他 那帮北洋系的人 或者是他非北洋系的人 如果能够 只要被他看上了 基本上是说 都会为他卖命的 当然不是全部了 有些人不会 但有些人会 你说他这很识人才 很识人才 其实蔡娥也是他借重的人才 只是说 两个人后来就是 这个政见不同 就是这个利益 他的这个就是 基本利益也不同 因为什么呢 因为蔡娥毕竟不是北洋系的人 他自己那边有一摊子 就是云南是他们自己搞出了一个摊子 他不想让这个摊子毁掉 这双方有一种根本利益冲突 其他的他都不一样 他就是用人啊 弃局格局 都是一流的 北洋系里头 除了他没有人 就是没有人能赶上他一半 唯一的勉强可以继承 他的事业的 就是段区内 他们这个 就是北洋三杰 这个龙虎狗啊 各有所长 这个王思珍呢 是属于忠于是 办事能力很强 但是没有这种头脑 段区内呢 有这种头脑 但是呢 这个办事能力弱一点 冯国章呢 是有军事才能 他们三个打仗 打得最好的就是冯国章 就是这个冯拱的 冯拱的爷爷 打仗打得最好的就是冯国章 但是冯国章呢 也是没有这种头脑 啊 这么样一个 一个 一个状况 状况 那么比较起来 他要找一个有这种头脑的 就是段区内 所以呢 段区内不同意称帝 已经辞职了 他临死前 把段区内找来 拖以后世 啊 拖以后世 那么 袁世凯死后的北洋系 就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不可避免的要分裂了 因为原来能够把这个团 这个团体 他们叫北洋团体 能够传在一起的 唯一的核心灵性灵魂人物 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一死 谁也不可能完全替代这个 如果北洋三界龙虎狗团结一致 也许可以 但是他没法团结一致 尤其是冯国章 和段区内 他们两个之间呢 就是有矛盾 矛盾 啊 冯国章呢 是直立和监人 跟冯国章走得比较近的 这些北洋将领 就被人称为直系 段区瑞呢 是安徽合肥人 所以跟段区瑞走得比较近的 这些将领呢 人称他为晚系 北洋系就这么两个系 没有第三系 所谓的凤系 根本就跟北洋 没有任何关系 凤系是张若林搞起来的 张若林原来是个胡子 保安队 他不是那种流串的胡子 是盘踞一方 我收保护费 然后觉得不是个事 就清末受造安 就变成了巡防营 改革变巡防营 巡防营就什么概念 就是一种比正规军 将一格 就是相对相当于我们的武警 但是他是胡子出身呢 他这帮人呢 就比较能打仗 在巡防营战斗里比较强 反而呢 东北的新军呢 就让他们三分 所以他越做越大 到了进入民国之后呢 袁世凯就任命 他是为国军第27师师长 这个时候才发生了一点 就是领导关系 他既不是北洋军校毕业的 也不是跟也没有 从来也没有归过 归入过袁世凯 统治这个系统之内 他根本就不是北洋军 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的理事中上 就把它称为什么北洋系 北洋三系 什么什么这个三大系 这个这个直系 晚系 凤系 其实只有直系 如果有派系的话 只有直系和晚系 没有缝隙 那个东北军是另一回事 另一回事 那么 段祥瑞上台之后 由于段祥瑞呢 他是觉得 我的主公 不尊重民主共和 要想立志了 要想成帝了 这个错误 犯下了 我呢 就不能再犯这种错误 于是呢 他就比较的 他就比较尊重这个体制 啊 比较尊重体制 那么那个时候的总统是谁呢 是李渊宏 啊 李渊宏 但李渊宏是个没有死权的总统 李渊宏 这些革命是个旅长 但是他是一个被逼的参加革命的旅长 于是就成了首亿的元勋 完了 选总统的时候 就他就选成了副总统 啊 副总统呢 这个 袁世凯死后就副总统就继任总统 但他是一个没有死权的总统 但是问题是当时的中国啊 这个就是搞共和的 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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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啊 有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个共和制度的设计是革命党人 就孙三位小的革命党人 孙三位小的革命党人呢 当时没有想到革命会这么快成功 而且他们的革命党中间没有 没有关于制度方面的设计的人才 他们最懂的就是宋教人 宋教人呢 我看他的日记上 他看的书 就是一些 比如说英国制度小册子 日本制度小册子 德国制度小册子 就是一些内容 那个通俗读物小册子 也就是说他对任何一个西方制度体制 都没有以稍微深一点的研究 但是他已经是革命党人中间 最懂的了 所以他设计这个共和体制制度 用后人来看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体制 非常混乱的体制 就是说你这个制度 就是说这个制度三权分立的制度 它实际上是要三权互相制约的 但是在中国就是宋教人设计的制度里头 它体现不出三权的互相制约 而且每一个 每一个单元的互相的 就是这三权 包括行政体系的总统 总理 各部部长之间的职权 都非常的模糊 含糊 比如总理能不能 不是总统能不能罢免总理 不清楚 总统能不能解散国会 没规定 那么到底是总统是 统帅各部的呢 还是总理统帅各部的呢 不清楚 就是我们中国第一次搞共和 这个设计的这个制度啊 是一个 是一个一团招的 一团招的制度 所以呢 就在李元宏 就是总统府和国务院 总理国务院之间就出现了这种矛盾 纷争 然后这个期间就被谁呢 就被这个一个 一直忠于清朝的 北洋之系的将领 张勋 给所称 张勋呢 就 搞了这些复辟 段祺瑞 打垮了复辟 重新 就是再见共和 啊 再见共和 当然这个复辟是个闹剧的 我们知道它是个闹剧 它这根本就没有 就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啊 这个这个我专门写过一篇 不是一篇 我专门写过一本书 共和中的地质 来讨论这个问题 讨论问题 它是个闹剧 这个我们没法讲 因为这个 没法展开了 但是它这个事件呢 对于北洋系来说呢 就是第一次分裂了 你一个知系的人 搞分裂 搞这个清帝复辟 然后呢 你的主系的人呢 来把你打面 你第一次小分裂了 第二次分裂呢 也很快到来了 为什么呢 是由于 这个张旭复辟被打败之后 段祺瑞 重建共和 声骂很高 而且呢 日本人也支持他 日本人支持 给了段祺瑞很大的支持 陆陆续续呢 给了他大概三亿元的 贷款 而且条件很优厚 我们今天三个亿不算什么 但是那个时候三个亿可了不得 天文素质 我跟你说 而且呢 还有一点就是说 原来中央政府是没有钱的嘛 因为袁世凯死后 各省都不向中央政府交钱了 中央政府就没有钱花了 这个张旭复辟被失败之后呢 段祺瑞宣布参加伊斯拉战 然后呢 列强就宣布呢 庚子赔款可以缓 涨款支付 庚子赔款是用中国的关税和延税来抵押的 中央政府突然之间就有了一大笔关税和延税了 所以段祥瑞政府还有钱 还有钱 但是呢 他有 他段祥瑞接着就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 那个 在张旋复辟的时候 德国是支持张旋的 弄了一大笔钱 还没想到位呢 张旋失败了 完了 德国使馆就用这笔钱呢 就是找人 说找人能不能找一个给段祥瑞捣乱的 因为德国不希望中国参战 因为中国参战是参加在协约国一面 就站在德国对立面去参战的 他就不希望你参战 想捣乱 孙中山呢就答应了 孙中山就领了一笔钱 德国人一笔钱 就车动了一批海军 跑到广东去成立了一个军政府 就分立了 本来呢 这个段祥瑞就对南方的 就是这些 比如说两广的 这个战区两广的陆荣亭 还就占据这个广西和贵州的 这个唐巨瑶就有点不满意 你们老是你们分裂 就是你们不太听话 他就找了个借口 说我 你们居然在那广东的地方 搞令力政府 我就打你 于是就发动了南北战争 这个事情是个 是一个 是他的大败比 就是说他大败比 为什么呢 就是段祥瑞自己就没有嫡系部队 我刚才讲过的 他这个人当到了陆军部长 当到了总理 他手上就没有嫡系部队了 没有嫡系部队 你支持别人打仗 你就逼给很多很多钱 对吧 但是你再多的钱 你靠买人来打仗 就雇佣军的打仗 这打仗是不靠谱的 不靠谱的 所以他犯了一个重大错误 本来那些钱是可以用来中国搞一些基础建设 当时日本贷款的目的也是说 你搞修铁路 你办工厂 但是他段祥瑞都用他这个钱去来打仗了 打出了一个大隐患 什么大隐患呢 就是曹昆 当时直立都军曹昆的一个部下 第三师 国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 第三师也是北洋的嫡系 在曹昆手下呢 没有什么起色 但在吴佩孚手下是有很大的改观 这个吴佩孚啊 是民国 就是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将领 就是上美国时代周刊杂志封面的 第一人就是他 就是他 他这人是罕见的 是不爱钱 就喜欢练兵 而打仗鬼点的也多 他这个 他按相貌啊 就是属于那种 看起来不是那种 不是那种 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 我们中国北 我们中国在晚清到民国 人们都喜欢看相 喜欢看相 都喜欢用那些 这个四方大脸 浓眉大眼的 这帮人当将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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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佩孚实际上是不是长得 长得间距后山的 而且个子有矮 所以人当时就管叫吴小鬼 但是吴小鬼特有办法 代表哪个特别特别厉害 所以在这时候用了 就用了第三师 第三师打得很好 本来北洋军是失败的 后来用了吴卫孚之后 就成功了 就是战场主要是湖南嘛 从越州一直打到衡阳 再往前走 就去 就是广州了 结果呢 段曲内这个不会用人嘛 他把 段曲内就把湖南都军的位置呢 给了那个不能打仗的 第七师师长张静尧 让给了吴卫孚一个命令 让他继续前进 卫孚就很生气 这仗是我打的 你这个独军不给我当 你让我继续前进 我不打了 他不打了 然后第二年 我们知道 就是这一年就1918年了 1918年年底呢 一战就战胜结束了 我们中国突然之间就变成了战胜国 全国上下非常高兴 就是1918年 1918年11月11号那天 消息传来 北大放假三天 参与眉校长领了北大师生 在天安门提灯游行 庆祝 听住 段祺瑞由于立主参战 他的声望也达到顶点 但是马上转过头来 第二年 开巴黎和会 就是商量战后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呢 就说 虽然是我们是战胜国了 但是中国因为没有派兵参战 我们只是派出了几 有说几十万 有说是十五万 华工 劳工 到人前线帮人去挖战好 抬担架去了 那么人家不怎么看得起我们 而且那个时候的世界呢 还是一个宠林时代 是一个宠林时代 弱肉强食的时代 那么日本呢 也参战了 日本是 日本一战是 战队战队了的 日本一战的时候 是跟英美站在一起的 所以呢 他战后才是世界五大强国之一 而且是一个有实力的五大强国 巴黎和会是按照国家实力来开的 一等国家 五个代表 二等国家 三个代表 三等国家 两个代表 我们中国是被排在第三等国家的 我们是第三个国家 我们的要求 我们最低要求是什么呢 是收回 在一战期间 日本从德国手里抢去的 青岛和交际线 山东权益 我们充分有礼 因为我们都是战胜国 你不能拿我们的东西当战利品 但是日本呢 参战的时候 他也没有到欧洲打仗 他就打这么一仗 他主要的战利品就是青岛和交际线 他说我就要这个 我们要求跟日本迎头相撞 你说这个会上能够同意谁呢 肯定是日本 弱国无外交 就这样 所以我们赢不了 在会上你怎么想都赢不了 赢不了 但这个消息呢 传回北京的时候就被曲解了 我们每次外交失败的时候呢 大家都会 我们中国人的惯例是讲 说我们中国人是不会失败的 我们中国人失败肯定有内奸 这次也是找内奸 找内奸 首先找那几个亲日派 就是亲日派 就是留学日本的 我们中国的思路就是留学日本肯定是亲日的 留学美国肯定是亲美的 这三个人就是汉奸 就是朝张禄嘛 这个 马来就闹出了五四运动 这个五四运动中 这个断曲率的威望 急剧下降 因为打朝张禄 就是打断曲率 他很快就从几个月之内就从顶峰跌到底谷了 跌到底谷了 在这个过程中 实际上是谁呢 他是就是逼得国民政府 就逼得断曲率政府让步的 不是上海罢工的工人 因为上海罢工的工人 你上海再罢工 你也不像北京政府交钱 你经济烂怎么样 跟我没关系 是吴佩福在那天天声援学生 吴佩福就发电报 说你要不同意学生要求 我就提兵北上 吴佩福在这个五四运动中 赚足了眼球 人们就发现突然有一个将军 有一个打仗打的非常好的将军 这么爱国 了不得 习惯的 生命急于上升 当然 吴佩福有他的算盘 吴佩福 他首先是他不满意 这个段曲率不会用人 他后来就想 你段曲率就这样 你就当头 为什么我不能当这个头 他又是第二代 如果是曹昆 曹昆绝对没有这个念头 会去跟段曲率去抢这个班子的 因为他们都是 第一代 都是哥们 而且彼此之间他不能过分 拜把兄弟不能过分 但是第二代就无所谓了 第二代的逻辑就不一样 我跟你说 任何这个代际换 就是社会代际更迭的时候 就是每个代际之间的这个 就是逻辑都会都是不一样的 你不要想到认为他们会 他们会一样 会继承老一辈的传统 你别想 这是不可能的 肯定发生变异 所以 五四运动过后第二年 吴佩福就反了 真的提兵北上了 于是 拥护朝昆 尤其中够吴佩福的这些人 尤其吴佩福自己 大地三师 和拥护段曲率的人 就是直系和晚系 打起来了 为什么要直系呢 因为朝昆 朝昆是直立保定人 但是这个直系的核心人物 不是朝昆 是吴佩福 吴佩福确实能打仗 段曲率又显示出 他不会用人 他居然把总司令 任命了给了个谁了 给了个段姿贵 这个段姿贵啊 这个人呢 是 办点别的事是可以的 但是打仗是百无异能 关键是段姿贵 因为当官当久了 他当在袁世凯时下 就是 就是 就已经做到了这个倒台 一度还当过黑龙江巡抚 官长的很大了 中国人嘛 就是这样 官长大一当大了 当久了 就腐败了嘛 这个人居然是弄了一辆花车 开到弦线去了 你想一下 里头少有 前线一撕利 自己先跑了 所以晚军就崩溃了 就崩溃了 啊 就崩溃了 那么这场战争是 当然是直系 占了上风了 但是直系占上风以后 就标志什么呢 北洋系彻底 分裂了 这一分裂之后 他的最大的恶果 就是什么呢 就是 中国作为主干的军人体系 开始互相打仗了 这个仗打就厉害了 以前那个仗都是小仗 你北洋系跟别人打 都是小仗 说的这来都小仗 但是北洋系自己打就打仗了 而且这个分裂 北洋系的分裂会越来越厉害 到了第二次直冯战争的时候 就是直系内部又分裂了 就是直系的另外一个大将 冯立祥又从直系中分裂出来 冯立祥如果不倒戈 直系也失败不了 那么 每一个体系分裂 越分裂越厉害 每个人都去抢地盘 每抢地盘就是为了养兵 养军队养多了之后呢 要 别人也竞争啊 你就多养 越多养又买武器 你就都更抢地盘 就大家都招兵 从二零年到二 二十七年 这七年中 你就看着中国军队的数量 就就是翻着翻的增加 原来的一个师长 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 大任务了 就是高级军官了 等到二十七年的时候 就必须是什么 至少也是集团军总司令 方面军总司令 每一个方面军 狭狭几个集团军 一个集团军 下面几个军 几个军下面几个师 师长就是个小人物了 那么仗打到这个份上以后呢 原来的时候 就是一直到第二次直播战的时候 就我看那个日本的 那个他有一个 日本那是中国有一个 华为有一个大规模的调查 那个时候呢 就说 问老百姓 暂趋老百姓 说打仗的时候 你们是不是受到影响 老百姓还说没什么影响 但是后来 到二十六年的时候 这账已经是 老百姓已经很受召害了 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受到威胁 在此之前没有什么大问题 就是虽然是军阀分裂 军阀割据 但是呢 他们的这种生产交易都还可以 到这个时候 但是到了后来战争越来越频繁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出现各种问题 军费不够 就开始 种鸦片 卖鸦片 鸦片泛滥 越卖的多 抽鸦 新鸦片的 越多 生产 种粮食的越少 说到什么程度呢 那个时候的鸦片 比我们现在的 这个烟卷还便宜 还便宜 你就是台花杆的人 给他戳了起 一路上 你说台台 他们时候经常会长途台嘛 一台台几十里地 就像我们上摩甘山一样啊 从台上去 台 有时候台上午 中间打尖 打尖的时候 不是吃饭 先抽大烟 那这种情况 你中国的找害 就是 北洋戏 到了这个时候 就彻底地变成了 一个反面角色 此前 北洋戏 你比如说 我上古诗运动的时候 没有一个学生 因为四位游行 被俘的 学生被捕 都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 是你把人家 曹主林他们家烧了 把人 张鸣强给打了 你没有证据 说他是卖国贼啊 你最后也拿不证据来 你把人家烧了 把人打了 把人家砸了 那你当这是违法行为嘛 还有 就是底次日货 把这店铺的日货给抄了 如果你还坚持卖 把你爹老板抓出来 带上钢帽子 又压上 捆上游行 这也是个违法行为 警察抓的学生 都是这个学生 没有认为 人抓 抓游行 是个学生 没有 一直都没有 只有到了 二六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 已经是高度混乱的时候 我们才出现了 就是向执政府游行的 就是身为请愿的学生 就被军 就被这个 段职队的执政 段职队的卫队给打了 段职队不在场了 但是这个卫队为什么会开枪 到现在是个前古之谜 此前没有过 这种北洋军 去增压学生的事情 没有过 真的没有过 而且这个卫队很快就被 陆中龄的部队给解散了 给缴戒了 那时候的报纸 很多的著名报人 叫林百水 邵飘平他们这帮人 著名报人 都是以马政府 都成了 段职队这种人 被骂的 曹昆他骂的 温头温脑 没有事 没有事 你只有骂到小军阀的时候 小军阀可能派兵去吧 他不是打人 他不是去抓人 他把那份报馆给砸了 报馆砸就砸了呗 明天换个地方 还开 还骂 只有到了凤隙 就是到了后期 26年凤隙进入北京之后 就是张国林这胡子了 尤其是张忠昌 这个狗肉将军 就是三不知将军 不知自己多少兵 不知多少钱 不知多少一太太 平时就带着说 带着一个一太太军团 有中国人 有俄罗斯人 有朝鲜人 有日本人 他们都说张忠昌 张忠昌的一太太 是八国联军 这样的人才杀记者 正经的北洋军头没有过 没有过 包括卫福在内 也都没有过 曹昆会选 他是的确是 买选票了 那是他不懂 看买选票多蠢啊 买选票 他还要先收据 盖账 就像 就像你给你发工资一样 你就是 你哪有 哪有行贿 这么行贿的呢 他认为就说 曹昆是个老初啊 你知道吗 他这个原来是个 不犯的促身 他老初 他不懂这些 真的他不懂 哎呀 被骂的 跟臭头一样 他也没抓谁 那就骂了 那就骂了 就是他们 尽管都是军人 但是 都能尊重 这个民主制度的 一些基本规则 啊 规则 但是最糟的 他第一个 他没有完成转型 他完成不了 因为袁世凯死后 剩下的人 再也没法统帅 这个北洋系了 他就没有这个力量 来转型了 第二个 他最后分裂了 分裂造成了军阀混战 极恶度 混战 这个混战 导致了什么呢 导致了什么 就是他就确实 国力大大下降 就是到了 直系后来 后期执政的时候 就是中央政府 是极度的贫困 到了什么程度呢 各个部都 发不出公职来 原来只有 什么教育部啊 什么农林部 发不出公职来 后来连交通部 和这个财政部 也发出公职来 全都成了灾关了 这个 我们各个驻外使节 全部下期回国 没经费了 回国的经费 还是华侨凑的 你想想看 一个国家 一个政府 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 你怎么让他的民众 对你有信心 就是 我们知道 北洋 他的确 这些人呢 并不是坏人 而且他们当年 都是精英 包括军队 都是精英 包括段祺瑞 他们这些都是精英 冯章中都是精英 冯章还有秀才公民 很多人都是 士门士官学校毕业的 他们都是精英 头皮冲中是精英 但是他们 他们也爱国 他们其实后来 日本人打电话的时候 好多人 你像曹坤的 吴费福 都拒绝日本人的 这个拉拢 他们也很爱国 但是问题是 他们做不到 他们就是做不到 中国的转型 他完成不了 这个任务 任务 那个 完成不了任务呢 你国家的这个面貌 你国家的这个 这个 这个外观 你这么弱 你连室外使节都维持不了 你会让人怎么看 你这个国家 的确 在北洋时期 中国的教育 办得很好 文化事业也很繁荣 因为他不管 他也不搞学生部 他也 教育部也不管大学 就是 我 就是国立大学 你这个校长 都说你们去 你们董事会推 你们推 我认可就完了 至于私立大学 教育大学 他更不管了 那不管 他 就是 这个中国教育 那个时候办得好 就是因为 政府不管 他就不管 他就不想着管 新闻 他也不管 他没想着 他就管这个 因为他 他有新闻法 他不敢 撞这个法 这个线 在段祺瑞 就是执政最最高峰的时候 北京市 北京市一个地区的法院 就敢判他的亲信 敢判 心有罪 段祺瑞就不敢去说 你判的不对 他不敢 因为他必须的尊重 这个这个制度的一些基本规则 但是你尽管尊重这个制度规则 中国的问题就这么难办 因为什么呢 我们讲说这个转型的这个难题啊 就是中国 他他本来是应该按英国制度转型的 你按这个美国制度来转型 实际上呢 他是中国 他他上下都不适应 他这个整个就是 就是很别扭 这个别 这个巨大的别扭 必须有一个特别能的人 或者 就是慢慢慢慢的推动 可能还要是有可能把它转过来 原来他一死以后 这个可能性就没有了 你转不过来 这个就是历史的难题就就在这 就说 你明明是这样转是错的 但是你想扳回来也不行 中国难题 中国的问题比别的国家都都难 比日本难多了 我们难太多了 所以 北洋人他完成不了这个使命 结果按照自身的这个分裂规律 导致了什么呢 就是我们讲的菌华混战 菌华混战中也不是说 他们就想扰害民众 想把中国经济搞垮 不是这样的 他们并不想 我就说了 像孙三芳这样的 一直到他覆灭之前 他的军聚还是很好的 他对我们这个江浙的乡绅们 还是很好的 有一个比较 就是他们后来江浙认为 国民革命军 反而都没有 孙三芳的部队好 为什么呢 国民革命军很杂 国民革命军这个体系就是乱七八糟 什么都有 那孙三芳的部队是很整齐的 对吧 当然不一样了 但是孙三芳 就不行 他撑不住了 他撑不住 原因呢 这是很复杂的 因为北伐的因素 他有国民党的因素 有国民党的因素 还有苏联的因素 好多都加进来 还有一个时机 时机很重要 这个话题要讲起来 就是更大的一个话题了 就是北伐为什么能成功 就是国民党那么弱小的 在广东天出于一的北伐 为什么能成功 如果我们单单把这事情 都归结为精神 他有精神了 有主意了 这个我觉得可能还不能完全解释这个问题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那总的来说 就北洋 就是即使是他没有北伐 他已经在他的混战中 走到了他的末路 走到他反面去了 本来是一些爱国的 想把国家搬好的人 结果在他们手上 把国家搬上一团枣 你不管你的文化事业有多少 你的文化事业繁荣 你不管文化 作家们可以随便写 但是作家们看到的社会现实是很残酷的 对吧 所以当时他写的好了 但是都在骂你 都在批判你的 对吧 那些教授们也是如此啊 你以为那些教授都在拥护政府啊 都在骂他们 但是他教育办的是真的好 啊 真的不好 这个底子打了之后 实际上我们后来 我们中国教育 就是新式教育能办得好 能够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 也就是因为这个时期奠定了基础 基础 就是说怎么说的 就是我们只能用一个 这个法国人说的话 来形容这个阶段 就是一边是荒芸无辞 一边是辛勤的工作 他支持一个最好的时代 也是一个最糟的时代 谢谢大家 好 我们第46期春会讲堂 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两个半小时 在刚刚过去的时间里 张明教授与他丰富的知识 与一个学人的素养 给我们讲述了真的是一个 不一样的北洋 这个是我们传统的知识的一个 非常好的补充 我听了也是脑洞打开 因为这个以前的教科书上都没有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 所以今天我们张明教授 也把我们的春会讲堂 当作了他北大政治系的一个班级 我们春会讲堂的听众 也就是成为他的学生 就刚刚我们张静侠这个听众所说的 最后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 感谢我们张明教授 好 最后也谢谢各位 我们下期春会讲堂再见 谢谢 谢谢